欢迎收看晋级的台湾 我是廖婷娟 带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芋头饼这是许多人怀念的古早味 但您能想象一个卖芋头饼的路边摊 可以在短短六年内做出四十家分店吗 年轻老板李承润原本是篮球选手 却因为绞伤果手梦碎 二十岁就自行创业卖起了芋头饼 没想到李承润的父亲在五十四岁时 就因癌症过世 同一时间弟弟也因为贩毒入狱 这些打击都逼得李承润必须瞬间长大 不到三十岁就当起了一家之主 还好遇到了贵人中部芋头达人朱世博 才让李承润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从路边摊翻身 一份起司球跟一个芋头饼 炸的金黄酥脆的芋头饼是许多人小时候的细细 简单的两片牛奶饼干 中间夹着一层厚厚芋泥充满手工的温度 只是这么单纯的古早味 到底有什么魔力 可以如此夸张地吸引满满人潮 开张时间一到总是长长人聋 每次都排蛮久 大概至少都要半个小时 因为生意真的超好的 就是软的芋头配上酥脆的饼干 然后就是那个口感是恰到好处 原本是不吃芋头的 可是他自从吃那一次芋头的时候 我就爱上芋头 然后因为感觉它就是很纯天然 跟外面那种下工的就很不一样 很香很好吃 下了我们这一锅里面 有起司球 芋泥球 地瓜球跟小芋球 这里的细细袜七成以上都跟芋头有关 因此许多客人都管李承润叫芋头先生 所以我都会跟客人讲 什么才是纯芋泥 你看有肉馅的那才是真的芋泥 有本事我就露给你看 对 我就一直露 如果是加粉进去的话 它就完全不会露 对 反而是假的 即使只是一个路边摊 年纪轻轻的李承润 却很坚持健康路线 内线讲究纯天然 榨粉也都自己调 不用担心脱工减料或乱添加 糯米粉的 对 是极蜜 就不能讲 对 不能讲 因为很多人要跟我要 对 然后我都不敢讲 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 我们的榨粉是非常天然的 客人爱吃 别的老板欢迎都来不及了 李承润却要客人可别太常来 有客人都说我很烦 因为我是油炸嘛 那你们可不可以一个礼拜 不要来太多天 比如说你可能来个两次 最多最多 来个三次这样就好了 油炸吃太多还是不好 我不卖它的话 它就会就阿Q我一下 实在是这里的芋头饼太真材实料 才会让人想天天报到 但整天接触芋头对蚝蚝蚝过敏的里承润 一开始却是失足苦头 它有些蚝蚝蚝 体质皮肤比较过敏的人 它就会常常会痒 比较容易会痒 像我刚刚碰到的 你看我现在这边就痒起来 有没有 红红的 红红一大块 对 芋头在雪柱下高速翻腾跳跃摩擦 不只洗掉表面脏污 连细毛都通通不见 也把里承润碰到芋头就全身发痒的 过敏难题一并洗掉 洗完SPA后被小小的芋头争先口后 想成为蚝蚝蚝蚝的最佳主角 但削皮这一关机器无法代劳 还是得靠手工 创业前从没进过厨房的里长润 现在不当30秒 就可以把整颗芋头皮削得光溜溜 常常有时候因为快 然后不小心就从自己的手指 这样挂下去 所以你看它就会割住 那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 就这样挂住 它就挂住 对 我的皮就有点掀起来在旁边 对 那时候就快点就把它拿起来 对 所以到后面我们才会 一定要戴手套 避免说每次在赶工的时候 快的时候 然后不小心又刮到自己的手 这个洞那么省 没有用药的芋头出现糙糠很正常 得花时间一一挖掉 非常的搞刚 同本美食的背后其实并不轻松 早期做这个很辛苦 因为这些都需要人工 你像现在把阵容改小了 小得比较好到 早期我的阵容是这么大 我的腰其实都受伤 因为都搬中物 这样 这样痛 我甚至痛到 晚上没办法睡觉 早上没办法下床 很难看出年纪轻轻的李承润已经是四十家分店的芋头霸主 在这一条路上早已经摸索十年 有着很多别人没有的坚持跟自己的美感 这一台搅肉鸡就是它的芋头之所以比外面绵密好吃的秘密关键 芋头芋头的部分会比较重 那相对的如果说直接下去搅拌的话 会变成说会有硬块 好 所谓的硬块就像你看它这边就会比较硬 哦 这边的部分 对 那 有没有 它会比较硬 对 就 芋头嘛 对 那心的部分就比较伤 对 这就有差 那经过搅肉鸡的话 它就会比较软 才不会说让客人吃到这硬块的部分 刚出炉的57号台浓地瓜呈现漂亮的金黄色泽 现在除了芋娃 酣吉也加入了行列 用来制作内馅饱满的地瓜球 绵密的口感同样得经过搅肉鸡精灵魔法的洗礼 不论是地瓜泥还是芋头泥 搅拌的速度跟锅炉的温度 稍不留神 整锅心血就会白费 但里承润就是不轻易跟化学添加物妥协 它用高温杀菌来防腐 得实时监控温度跟时间 现在是落在50度左右 这样是OK的温度吗 其实现在这样是OK的 但是如果说你的时间过长的话就不行了 温度太高会导致芋娃太Q 就不适合包进芋头饼 太低杀菌效果又不够 加入二杀是另一个天然保鲜方法 里承润眼神专注地趁着二杀适合的重量比例 因为每一匹芋头甜度不同 需要的二杀添加量就不一样 太甜会抢掉芋头的味道 不够又容易坏掉 然后我曾经就是一天丢了两三千颗芋头饼 因为包的时候没事 包好的时候坏掉了 就前后才差两个小时 你有一个人常常在顾登下研究 顾登下研究 而且顾登下一直试吃 所以那时候就吃到 真的吃到会怕 几乎每一天再吃 你只要有打你就吃 有打你就吃 那时候我就是不行的话 OK 我今天就供修 这个要加进去才会好吃 这样好吗 高中打工时 李承润曾经被老板强迫 加入芋头香精跟色素 让他看尽了无良商人的手法 从此对化学添加物尽泻不敏 只要一滴 慢慢揉进芋泥中 会逐渐揉出 接近大家认同的芋头色 重点是连他自己都不敢吃 创业时他发誓 不当这种黑心老板 但讽刺的是 真正的天然芋头色 却反遭消费者质疑 颜色有问题 天然的芋头打起来 它就是偏 有点像白色啊 咖啡色的这种颜色 它不会是紫色 对 所以紫色是我们 以前错误的一个 一个刻板印象 这样做起来真的好啊 李承润曾经是个爱飙车的追风少年 高中时必须打工 是因为从小家里经济状况并不好 爸爸是板模工人 妈妈是槟榔西施 家里连个写字的桌子都没有 九二一大地震雪上加霜 房子倒了 还得背上庞大贷款压力 板模工爸爸地震后 没了工作机会 失业在家 整日借酒交愁 这是第一次李承润 对爸爸发脾气 我很生气就觉得说 你 好 手 你不要去做工作 因为那时候我还在 求学阶段嘛 因为那时候 我算是有点叛逆 只要他喝酒 我就跟他吵架 喝酒我就跟他吵架 那段时间 爸爸意志消沉 李承润的妈妈辛苦的 一天兼三份拆 早上卖早餐 中午卖面 傍晚开娃娃车 心疼母亲李承润高中 就开始在小摊子打工赚钱 但他始终没有忘记 心中还有一个篮球梦 本来就是篮球选手的他 希望有朝一日 成为体育老师或篮球教练 能够替属于社会底层 总被瞧不起的父亲 争一口气 无奈达尔一场篮球比赛 出了意外 碎了他的篮球梦 就听到啪啪梁震 当下我就倒在地上爬不起来 那我心里其实很清楚说 那时候应该 啊应该断了 对 我就想说 哎 韧带应该是断了 其实当下很挫败啦 因为想说奇怪怎么会断掉 自己也没有意想到 受伤反而帮李承润认清现实 不能打篮球 不如早早创业 他想起小时候阿嬷最常 买给他吃的芋头饼 这个温馨的记忆点给了他灵感 但当时才二十岁 家里当然不赞成 李承润第二次跟爸爸有了不愉快 你这应该是办公会了啦 这个做不久了啦 这种东西就是一世的而已啦 那时候我就回答一句话 其实我到现在还是很后悔 我就跟他说 你家里也不是做办公 你办公是人家借我自己 对吗 你说什么 做得老 做得死也也是这样啦 那其实 这一句话 我并不是争议啦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年轻时壮得跟牛一样的爸爸 才五十四岁就被食道癌折磨得不成人形 临终前爸爸跟祖母道别 为白法人送黑法人下跪道歉的画面 李承润始终无法忘怀 但当时的他除了祈祷不敢多想 真的很痛苦 当那个针很长的一根针 从你背后船吃进去 吸沸水出来的那个场景 他在那边他不敢出声 但是在流眼泪 历历在目啦 那永远你不会去忘掉 那个治疗的过程 爸爸发病前一年没有任何征兆 但老老实实上班的弟弟 有天竟然因为贩毒被警察抓走 这个晴天霹雳对爸爸重重一击 其实我们都没有发现 直到有一天警察就突然闯进我家 然后闯进来之后 那时候我看到爸爸他就是坐在地上 他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 从小父亲就一直告诫兄弟俩 无论如何不能碰毒品 更何况弟弟是爸爸最疼爱的那个孩子 李承润真觉得弟弟笨得可以 我是觉得他怎么会笨到去做这种事情 他万万也没有去想到 原来他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 因为你看这样一盼 他的一盼就是八年 那他几乎的年轻时光都在里面度过 妈妈的心里又何尝好过 身心乐观的他只要一提起这个误入歧途的孩子 就心痛到不停擦眼泪 才去碰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讲还是会痛 我走在路上 我都不敢太痛 大概有八天吧 我都不吃不喝 就小儿子不能溺爱 真的 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办 然后一直到 大儿子一直劝我 我才又回归 用工作去麻痹自己 但是那个一直假装坚强陪伴妈妈的李承润 其实也早已承受不了 爸爸奏事 弟弟被关 还同时女友情感生变的三重压力 偷偷地躲起来 跟当年爸爸一样戒酒交仇 半醉半醒之间 他常常举贫 隔空邀请老爸喝一杯 后悔曾经对爸爸说些不该说的话 也遗憾爸爸来不及看到他成功 最后被医师判定重度忧郁症 必须靠药物帮忙 想快点回归正常的李承润 竟然自行停药 却带来更严重的戒断症候群 我心跳很快 然后你头很痛 怎么会那么喘 对啊 你就 那个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我只是觉得说 好像已经快 快升天了 那时候妈妈跟我说 你现在是一家之主 你不可以倒下去 如果说 你再不坚强一点的话 你是要你妈怎样 母亲的当头棒喝 终于把李承润打醒 他重新回到球场 靠着最爱的篮球运动 克服了重度忧郁 爸爸不在了 弟弟也还在监狱 全家大小都得靠这个小摊位生活 一位常来买芋头饼的客人 朱世博 注意到了李承润 有着不能失败的理由 鼓励他勇敢把事业做大 并且以自己对芋头的专业 帮当时对芋娃海 一直半解的李承润 打通了任督二脉 这个红线的这个就是 这是属于檳榔芯的芋头 所以里面有几细几细吗 几细几细 所以这个叫做檳榔芯 那芋头的品质不好 它吃起来就是 整个会像萝卜一样脆脆的 我们只要买到品质不好的 我们就是打掉了 你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 其实还满像副植的 他是你变的爸爸 对 透过朱世博 李承润有机会直接到大甲芋头产地 寻找他的梦幻芋头 这个有台风扫过的 现在还有这种品质也算不错 看外观 其实现在看外观比较不准 先用刀子割 先刨一下 然后让放在手上 这里已经不会痒的 这里面有粉质放在手上不会痒 过一下子它干了之后 它粉会跑出来 然后再按这里 如果黏黏的表示它的粉质弄 它的粉质有嚼 我会硬 还有会伞 你现在看我的手已经风干了 粉质都跑出来了 好的 好的 這個就是好芋頭 像鳳梨 它有時候我們來要先檢查 它的尾部 看它有爛嗎 因為其實鳳梨很快爛 很容易爛掉 所以尾部除了看以外 我們都還要把它切開 以前不懂人家給什麼就用什麼 現在李承潤對食材的挑選 可是越來越精準 金磚鳳梨跟土鳳梨一一丟入攪拌機 切成丁後 一起熬成醬 中間不加任何一滴水 保留鳳梨酥的忠實口感 但是要做的可不是鳳梨酥 李承潤發現芋頭真的很百搭 他把熬成的鳳梨醬放入芋泥中 做成全台獨一無二的創新復古點心 玉鳳球 還幫他穿上特製的春捲皮絲 靈感來自港式點心黃金蝦球 這個是非常有彈性的春捲皮絲 彈彈彈的 它有一個彈性 因為我們找了大概快十家 才去找到這一家 它根本我們願意跟我們配合 把它切成絲 其實它不好捲 就是我們要順著它的方向下去 做捲 但是每個人的手勢不一樣 它要整個把它拉緊 那像我的部分就捲不起來 兩個比較起來就有沒有差別 不會做的人會做這樣鬆鬆的 所以它下去炸的時候就會散掉 裡面有包芋頭還有鳳梨 然後外表酥酥脆脆的 然後鳳梨酸酸的 芋頭吃起來會甜甜的 然後吃起來酸酸甜甜的 味道很合 不會搶味道 很好吃 起司球是這裡的另外一項人氣商品 加入三種起司趁熱吃 堪吸的滋味 年輕人特別愛 一般來買到的起司球 其實裡面它都已經冷掉了 你有沒有辦法吃到它溫度這麼燙的 因為你吃到溫度這麼燙 你吃到那個起司才會有感覺 才會有它綿綿的感覺 才可以拉出自然 這一款淋上巧克力 撒上彩米超夢幻的棉花卷 也深深擄獲女性消費者的心 因為外面的話 只是都是銀絲卷這樣子 這個是有加棉花的話 就是鹹鹹甜甜這樣子 然後從懷孕的時候吃到現在 十年來李承潤創新了許多新口味 但古早味的芋頭餅 還是她的最愛 那不只是她同年中 對阿嬤跳酸的美好記憶 也是她25歲上腹後 母子倆絕處逢生的依靠 不到30歲 一個攤子便長40家分店 籃球選手李承潤 用運動員不圖書的精神 創造出屬於她自己的 芋頭餅奇蹟 歡迎收看晉級的台灣 我是廖婷娟 帶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來看這家餐廳不賣肉 卻也不是素食店 而是只賣真食物的有機養生餐廳 所謂真食物就是沒有化學添加物 只吃食物慢火烹調出的 最自然鮮甜滋味 堅持這種理想的正會方 用的都是最好的食材 但您可能不知道它實際上 身上非有五億的債務 只因為心腸軟替公司當了寶人 卻重到了童年時 父親幫人背書 導致家道中落的悲慘命運 正會發說 現在的日子很痛苦 但她不想逃避 因為唯有把五億還完 她這輩子才有重生機會 然後六牛 打一碗飯喔 要走鍋喔 幾乎每天來 這種食物的原味 反而是我喜歡的 這顏色好漂亮喔 對 顏色很重要 看起來會有食慾 選擇食材是比較挑剔一點 六牛好了喔 六牛不是番茄牛肉麵的簡稱 是六顆牛番茄做成的鮮酥麵 要這麼大個的牛番茄 才是鄭惠芳的首選 因為她發現台灣人 特別愛吃番茄醬子 她不用番茄罐頭 而是用新鮮番茄 滿足大家對番茄醬的渴望 像她這樣不寫重本 用橄欖油來炒 還用進口滴納海鹽 代替一般精緻鹽的店家 實在不奪見 六顆番茄有影響在哪裡 對啊 番茄醬一般他們製作過程 還是有放很多的添加物 那我們就是用全部就是 牛番茄下去熬 熬成有點像番茄醬 又有顆粒的感覺 可是又有那個醬汁的感覺 這是一家不賣肉的養生餐廳 客人常常誤闖要點番茄牛肉麵 鄭惠芬總要費點陳舌解釋 有些客人將錯就錯 吃過一次就愛上這裡 真食物的味道 我是覺得滿吃牛肉麵 但是它沒有就是牛肉 對 所以就想說就點一個番茄 就還覺得還滿滿好吃 而且很鮮甜 我因為身體需要這種健康的食物 所以選擇來這一家 因為晚上回去就有一些魚啊肉啊 年紀大了就希望吃得比較健康一點 Size有點嚇人的專業意識平底鍋 是鄭惠芳低溫烹調的好幫手 他不愛大火快炒 喜歡用小火慢慢逼出 食物最原始的鮮甜滋味 像包子一樣大的香菇 每個都喜滋滋地背上美味十字架 你就這樣一整顆出去嗎 對啊 因為覺得 切拌視覺就好像有一點 氣感的感覺 這麼厚一朵咬起來 應該還滿足嗎 對 其實視覺上就滿足了 看了就覺得好開心喔 升級料理講求營養 但也可以看起來很可口 因為鄭惠芳很重視 給客人的視覺享受 我們就是用那個東森南瓜 那因為本身我覺得這個顏色 真的很漂亮 看起來很討喜 所以這個南瓜為什麼要加紅蘿蔔 你看它南瓜這個顏色裡面 是不是有時候會這樣綠綠的 那我怕說那個顏色就會怪怪的 紅蘿蔔這個顏色比較鮮豔 那這樣子那個醬汁會比較漂亮 以為是自然天成的南瓜色 原來是紅蘿蔔幫了大忙 如果說紅蘿蔔是天然調色劑 杏仁就是鄭惠芳的天然調味劑 它的南瓜燉飯不加鮮奶油 而是加杏仁一起炒出類似鮮奶油的香味 其實外面的南瓜燉飯他們都有加那個鮮奶油 有反式脂肪的東西 其實反式脂肪在美國它是備禁用的啊 只是我們台灣常常在吃一些備禁用的東西 鄭惠芳真的不是在唱高調 因為從小體質一吃到肉就會頭暈昏倒 所以她不吃肉也不賣肉 年輕時又一直虛胖常常生病 靠的真的就是對的飲食才找回健康 開餐廳後她還罕見的以廚師身份 跑去醫學院進修 所以她的料理中連義大利麵 這個通常以奶油炒麵粉後 再加鮮奶油做出來的白醬 竟然都可以用健康的十股米 跟四種優質蛋白質堅果來取代 鄭惠芳的生肌料理最厲害的就是 不會只顧營養而讓美味打折 她用的可都是高檔食材 猴頭菇 段木香菇一斤都要上千塊 你很難想像其實它身上 背有五億的債務 從小家境富裕的她像個小公主 童年就有帥氣的馬靴可以穿 但身為真織工廠大老闆的爸爸 好心幫人背書 竟因此扛下兩三百萬債務 母親氣得常離家出走 留下小小惠芳跟爸爸過日子 就是那樣的年紀 她就開始學會料理 好不容易看到母親回來 卻又得面對父母親 無止無盡的激烈爭吵 說起這段心中陰影 鄭惠芳眼淚順著臉頰滑下來 我覺得這個對我的人格影響蠻大的 其實我很怕跟人家吵架 那我也不喜歡吵 當如果別人跟我發生衝突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自己可以解決的話 就是我就自己解決 但逆來順受的濫好人個性 卻一次又一次地把她推向無底深淵 二十歲媽媽就把她送入了一段 毫無感情的婚姻 希望她可以常常跟有錢的婆家 周轉借錢 覺得好像我嫁到一個銀行一樣 然後他們大部分都會有困難 全部都來找我一個人 我覺得說婆婆有時候 她真的心裡會不舒服 那當然多多少少對我有一點 會比較有一點點不平的待遇 但這段婚姻最痛苦的卻是 有錢丈夫嗜賭如命 一個晚上就可以輸掉好幾百萬 不想再靠夫家的鄭惠芳 努力爬上了財務協理的職位 但沒想到公司受到博達案牽連 陷入財務危機 心腸軟得她忘記爸爸的教訓 到處幫公司調頭蹭 還當起了公司的寶人 因為她腦海中始終忘不了 小時候看到爸爸被退票的無助模樣 但最終公司還是倒閉 諷刺的她步上了爸爸的後塵 只是這一回是天文數字五億 其實這十年來我覺得我的日子 非常非常的黑暗 其實我也很不想去跟人家提這些事 只有要把錢還清 我覺得我的日子才會有一個重生的感覺 所以這些年來我老是覺得我心中 有一個非常大的石頭 其實有時候是會壓得穿不過起來的 鄭惠芳只能暗夜偷偷哭泣 十五位債主每個月最起碼要還上四十萬 然後窮到身上只剩五十塊是常有的事 不但債主傳來的藥寨簡訊 語氣越來越差 甚至還找黑道上門藥寨 連跟小孩出門都有人跟蹤 都很害怕她晚上睡覺的時候 都一定拿那個玩具刀放在她枕頭下面 那她其實是想保護媽媽 所以其實這些路程其實 有時候應該是我不敢去想她 因為我覺得我如果去想這些事 所以我會覺得 我會把這些事情先放在我自己心裡 的某個角處去把它隱藏起來 因為我覺得說 如果我每天去想這些事情 我根本沒辦法工作 我也沒有辦法還債 好了好了好了 所以她什麼都不敢多想 只能當個拼命三郎 日子裡只剩下工作 其他一片空白 十年來終於還掉一半的債務 開始有了重生的希望 最難能可貴的是 即便肩上有著如此重擔 自始至終 鄭惠芳想要分享健康食材的初衷 都沒有因此改變 餐廳裡即便是顆小小蒜頭 她都不會為了省工 去買已經剝好泡藥水的化學蒜頭 像我們廚師也是會一直跟我說 你為什麼不買那些比較方便 那我說不行啊一定不行 這個就是一定要堅持啊 黑心食材太多 鄭惠芳會不辭辛勞 跑去小農栽種的菜譜 親自了解挑選 或者像這種路邊無獨小農 都是她最愛搞官的地方 你三斤靠著村的那些給我 你的蔣花 你的菜毛毛蟲 你看 把這裡拿走 不要放在旁邊就好 因為他們都自己種 然後他們自己要吃 他就不會自己去放 一定不放農藥 大市場去買 那個有的真的都有一些 那個漂白水的味道 我自己吃的都會怕 所以我專門挑那種看起來醜醜 太漂亮我不會買 菜要醜的 但卻要漂亮的 鄭惠芳用的都是不打抗生素 經得起承受多根牙籤 蹂躏的紮實新鮮好蛋 不像普通平衣蛋 牙籤插沒兩根 就軟趴趴倒下 我這個雞蛋是 那個高雄一個牧場的雞蛋 所以其實我試過很多蛋 這個只有這個雞蛋 煎起來它是最好吃的 最小而且它 它一顆就要十塊錢了 這樣十顆蛋 一起下去煎的畫面 比煎鵝啊煎還要壯觀 得出動兩隻煎鏟 才有辦法捲成一條大蛋捲 這條應該有三十幾公分 差不多三十幾公分到四十 可以去參加一下 驚喜事件紀錄 原來這是超大版的玉子燒 絕對要夠健康的蛋 才撐得起來 中衛方的店有日式玉子燒 有番茄麵 義大利南瓜燉飯 還有麻辣養生鍋 難以歸類 唯一的共同點 就是沒有半點化學成分 就像它十年來 勇敢面對債務的誠意 要給消費者的 是營養滿滿的健康真食物 歡迎收看近集的台灣 我是廖廷娟 帶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您對英國料理的印象 除了炸魚薯條還有什麼呢 在淡水有一家英社料理餐廳 老闆娘是這一位 永遠笑臉贏人的Amy 英國林肯餐飲學院 第一名畢業的高材生 原本不打算結婚 卻在北京遇到了 同樣只想單身的鄧子 一場自助旅行的邂逅 讓語言不同的兩人 種下了艾苗 對Amy來說 鄧子就是她的夢中情人 甘願遠駕一萬公里遠的台灣 成為鄧子的Gao 只是一開始台灣人 對於英式料理沒有那麼接受 也曾打擊這位 英國主廚的信心 來看看愛的力量 如何引領他們走過這一切 滿市的英國風宣告著這個廚房的主人 是眼珠子顏色跟我們不一樣的英國人 英國林肯牆引學院第一名畢業的Amy 刀工不煩 最怕人家說英國食物很難吃 我跟很多台灣人說我是英國主廚的 他們都是小一跳 英國有什麼好吃的 都是炸魚豬條 都是比較不好吃的 可是我真的覺得英國最好吃的東西 是在我們的媽媽的廚房裡面的 我覺得我媽媽可以做全世界最好吃的 牧羊人派 If your mood is bad your food is bad 他說你的食物可以聽到你的feeling這樣子 對 我真的相信他 媽媽的拿手菜牧羊人派 是從這個牛肉口味的英國農社派衍生而來 五百年前的英國主婦 有牛殺牛 有羊殺羊 通通可以做成鹹肉派 羊肉一定要挑帶有點肥肉的羊煎肉 才會好吃 我超愛那個羊肉的味道 那個 超喜歡 讓我開心 有羊肉味的也很愛 真的很愛 先煎到微微金黃焦色 把肉汁鎖在裡面 要燉上三小時 可不能只有肉 還得有紅白蘿蔔香橙 聞到羊肉的味道 很重對不對 對 大把紅酒增添顏色跟香氣 再撒上一些迷迭香去去羊騷味 三個小時的九頓羊肉已經軟嫩入味 但牧羊人派拼圖只完成了一半 嬌小的Amy還得使勁將馬鈴薯 碾成鬆軟的薯泥 鋪在羊肉上得鋪得滿滿滿 再撒上會坎西的馬子瑞拉 跟香濃的切大起司 放入烤箱中 不一會兒功夫就可以看到 起司開始快樂的跳舞 牧羊人農社派完全是傳統英國料理 但旁邊配菜顏色 能夠如此翠綠繽紛 原來這位台灣行夫 英國美女主廚 愛上了台灣的烹調手法 偷偷改良 用台味十足的米酒質 為大火熱炒 Amy不拘泥家鄉水煮的方式 反倒認為台灣快炒 更能夠給客人色香味 你可能在英國吃過的那個 龍水煮的 他們住很久 然後那個味道都不見這樣子 所以我個人不太喜歡這樣子 所以我真的覺得那個農事派 也很適合那個 可能台灣人的做法 就是快炒的做法 對 而且顏色比較漂亮 那今天各位還可以嗎 可以 好 先幫你去那個牧羊人排 好 給他去那個牧羊人排 好 不客氣 看到外國人來跟你送山桿 就是怎麼這樣 很特別 就是老闆娘非常親切 然後笑容就是 就是秋餅秋餅這樣 聽大家說就是英國菜 比較可能不符合台灣人胃口 可是來這邊吃就覺得 有顛覆我們的想像 原本怕它羊肉裡面會有腥味 可是就是吃完之後 口感很好 覺得很好吃 用深海圓雪做成的炸魚薯條 則是英國經典平民美食 就跟台灣雞排一樣 受到英國人普遍的喜愛 如果媽媽說我們今天晚上 要去炸魚薯條 就是好期待很興奮這樣子 對 我們的鱈魚就是真的是 用那個英國的做法做的 這樣子對 很多英國客人他們來 他們就覺得 讓我想到我家裡這樣子 為什麼要加啤酒啊 為什麼要加啤酒啊 因為它多一個味道 比較高級的在煮條點 就是用那個啤酒 所以你有試過用台灣啤酒嗎 對 它完全沒有味道的 對 台灣啤酒不夠 不夠中的味道 因為英國很多酒會喝 我愛喝酒 這樣這樣會不會生起來 不會了 對 好 現在比較習慣對不對 之前 之前他可能就是這樣太 我覺得很兇 我說你要吃那個嗎 我不要這樣子 那在英國我說 可能下一次 還是這樣很多 就是沒有這樣點 就是這樣 不要了 這樣子 台灣人比較誠實 對 真的 英國人比較虛聞 沒錯 英國人講話習慣 微微晚晚 台灣人則愛直來直往 剛進婆家時 愛泡茶的光光 請Amy喝茶的愧靠 竟把Amy嚇哭了 可是她爸爸超好的 對我好像她的女兒 可是那一天我就是哭了 我不懂了 哭了啥 她就覺得 我好了好了 我就 她以為她背嗎 就像同樣是馬鈴薯 歐美的適合焗烤 台灣的適合做薯泥 也有國情差異 切有一定的大小嗎 大概一個食鹽 就差不多這樣子 如果它是太小了 太多那個油會去裡面 你看這邊 真的比較軟一點點 它跟那個大部分的那個 馬鈴薯泥 它很脆 可是那個比較軟 我個人很喜歡這一種 因為它 它是有很多陰陽在裡面的 而且它 而且你吃的時候 你真的吃到那個 煎的馬鈴薯 對 搭配炸魚薯條的 沾醬青豆醬 新鮮手工現打 是Amy的堅持 你要用那個 豌豆粉就好嗎 對 我不要 對 我覺得 我那個口味很好的 可是裡面有很多 我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個人很喜歡那個 新鮮的 而且你吃的時候 你覺得很多客人說 他們有滿舒服的感覺 豌豆醬配魚排吃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 可以帶出那個魚排的鮮味 甚至比英國當地的那邊 做得還好吃 酷酷的凳子跟愛笑的Amy 本來都抱定單身 一萬公里遠的姻緣 卻在北京牽起了線 當時Amy跟朋友 在青年旅社玩撲克牌 朋友邀同樣是 背包客的凳子一起加入 Amy一眼就喜歡上 對面這個大男孩 他跟我們一起玩 大概五分鐘 兩分鐘 那就是我 我朋友幫我問 他說你有女朋友嗎 他就說沒有 沒有這樣子 那時候我就是 有機會這樣子 當時沒多想到凳子 便不知道 對面的女孩 已經對她喵了又喵 真的很帥 第一次看到她 我真的超帥 看到她的時候 我是真的 很喜歡凳子 真的是我的菜 Amy的菜凳子 英文程度也很菜 浪漫的邂構 卻鬧出不少笑話 像我們在北京嘛 她說你要吃什麼 然後我就想說看你啊 應該她應該就說 see you吧 然後她就說 喔 see you 如果你要吃什麼 你就跟我再見 那比如說寫E-mail啊 然後我那時候在賣房子 然後我就說 我在那個賣房子 然後就銷了House 可是House就變成House 對 所以我以為她是在賣房子 我朋友說她是在房子上班 她說我在農場上班 對 然後在賣房子 緣分真的很奇妙 僅僅短暫一天相處 語言又不通 各自回國後 情緒卻開始發酵 所以我們縫開 然後哪天晚上我一直哭 然後我朋友說 你很奇怪喔 唯一都沒有怎麼樣 你都是跟她撿面一次這樣子 你為什麼很喜歡她 跟她說我真的不知道 就會一個感覺 為了確定Amy郵件中的許多 Love you miss you 是因是客套還是真的喜歡她 鄧子勇敢地飛到英國尋找答案 最後決定住下 在當地為愛賣起了台式小菜 煙小黃花 但Amy知道鄧子其實想在台灣創業 因為鄧子一專畢業那一年 父親生意面臨窘禁負債 一百千萬 鄧子做過KTV少爺自力更生 賺了第一桶金後 就一直想幫家裡重新站起來 於是Amy鼓勵鄧子 一起回到台灣圓夢 趕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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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 一條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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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傳統市場的喧嘩熱鬧跟人潮 讓英國長大的Amy一開始頭昏目眩 蔡奇亞裡任意穿梭的機車讓Amy很害怕 我爸爸他兩年之前來台灣 他不敢走這一條路 他說你要小心你 他們可以殺你 這樣子 你會死 小心 你應該撞了吧 對 他只是害怕 他說我們走到日本還是什麼 被撞 被撞是我的意思 對不起 對不起 被撞 不是殺你 對不起 被撞 對 從怕機車到現在樂當機車族 只要能夠跟心愛的人在一起 Amy就很快樂 跟著凳子騎著摩托車 從這個市場趕到那個市場 入境隨俗得很徹底 算一斤八十啊 一斤八十 可不可以便宜一點點嗎 差不多最便宜的 真的嗎 可以七十五嗎 Amy現在學會殺價了 我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在英國我們不會撒價這樣子 我們覺得是一個 有點沒禮貌的事情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在台灣 我越來越練習這樣子 對 現在Amy不僅愛逛菜市場 也很愛台灣的路邊攤文化 她覺得大家就好像一家人 因為她跟凳子的創業夢 就是從一個小小路邊攤開始 賣奶昔也賣烤馬鈴薯 她吃過凳子買給她的人工合成 起司馬鈴薯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餐飲學院主廚訓練 讓Amy堅持用的食材 都是最好的品質 但路邊攤走高價位 門可羅雀 天天吃賣不掉的馬鈴薯吃到怕 讓凳子一度猶豫是否該繼續 就是很挫折 然後Amy就坐在我們家的那個沙發就說 她說有一天你會笑 她說因為有一天你會一個很大的店 然後會有很多員工幫你上班 然後會有很多媒體來採訪我們 然後我們會很有名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笑你現在怎麼那麼憂愁這樣子 Amy始終相信正面思考的力量 她就像凳子的守護天使 永遠用笑臉鼓勵她是最棒的 只是一想到去年最愛的媽媽突然過世 天使也有落淚時 她那天找人的小孩我不是在她身邊 那因為他們打電話來了 說你媽媽可能有六個小時 然後她就... 然後我就沒辦法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很... 對...我碰到那一種的事情 我覺得... 我不希望住這邊 可是大部分我很開心 就是那時候就是... 有時候可能不是後悔 可是... 現在沒有那個第二次機會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 她走了 就是我現在要委屈 就是不一樣這樣子 傷心時 凳子是最好的肩膀 媽媽不在了 Amy更想要把英國家鄉味呈現給大家 那是她思念母親的唯一連結 也是她跟凳子的夢想 吃我們的招牌菜 蘇格蘭炸彈 英國版的獅子頭 蘇格蘭炸彈幾乎是英國人野餐必備 Amy加入獨家秘方蘋果 讓肉更juicy 更適合台灣口味 其實剛開餐廳時 第一名的主廚 一度對自己的廚藝 失去信心 因為英國人愛的經典名菜 台灣人卻不一定能接受 像我們大家覺得臭豆腐好吃 可是很多人覺得我們臭豆腐不好 就是吃不慣 一概整個面是很挫折 對 可能做食道 整個味道都被打槍 是 真的 對 加入鮮奶油的焗烤鮮酥 色澤漂亮 是沒吃過英國菜的台灣人 接受度最高的一道英式料理 超級美味 只是這菜名有點難記 變菜單又全是中文 Amy能看得懂嗎 全菜 然後怎麼靠先什麼 然後就想這是什麼東西 我就問主廚這樣子 對 這是什麼東西 我有想過用英文的 可是我覺得那是太難做的 我要迫我自己這樣子 如果我就是這樣子 我在台灣 如果你去一個英國的餐廳 你說不好意思 你可以做中文 對 中文的 他們可能覺得你去 去去去這樣子 所以Amy把菜單拿過來 從頭學起 沒學過中文的她 一筆一畫照形狀勾勒 旁邊再用拼音提醒自己 看久了自然學會 這樣的精神也用在婚禮上 要給鄧子驚喜的這首台語歌 這是英國女孩Amy對台灣男子 鄧子的深情 兩位曾經害怕被婚姻束縛的人 如今甘願彼此牢牢相细 共望未來 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看到了年紀輕輕的籃球選手李成潤 如何在同時遭遇富喪 弟弟又坐牢的打擊下 勇敢靠著芋頭餅攤位打下一片江山 以及養生料理達人鄭惠芳 如何勇敢面對五億債務 又依然堅持給客人 最天然的好食材 還有英倫情人Amy 如何以正面力量 幫助另外一半鄧子 圓了她想幫家裡 重新鎮起來的創業夢 這些都是平凡人 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廖婷娟 我們下次再會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新鎮